大家好,我們來自香港小姬創意書院的中四生 我叫Saman Flau,這位是我的Partner 我叫Jerry 我們今天有幸來到這裡可以訪問羅先生 我們先問一些關於你的基本問題,好嗎 好 我們就想問一下羅先生 我們知道你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請問你是來自哪裡 在柬埔寨,就是在柬埔寨出生 我父母也一樣是中國人移民下去 在四十年代國共內戰的時候 就下去安南,那時候叫安南 柬埔寨在柬埔寨也是叫安南的 就在那裏做生意,我就在那裏出生 我想問一下你是怎樣下來香港的 因為1970年由於柬埔寨的政局 也都是關於我們的元首,山路鄉親王 那麼他就搖擺不定 一下子就親美國 然後親美國,我們華僑 所有學校就會升台灣的國旗 然後就唱台灣的三文主義 那麼如果他的國家一親到蘇聯 然後又親中國 親中國的時候,學校就升五星旗 然後又唱我的祖國 和俞詠軍進行曲 即現在香港的所謂國歌 那麼變成那年,如果是親中國 我們過年家裡就插桃花 過年就是桃花 如果是親美國和台灣邦交的時候 我們過年就插梅花 學校就唱三文主義和梅花梅花 即遍地都是開花 所以就唱台灣的所謂國歌 我們是在一個這樣的環境成長 很溫暖 所以也幫到我的 令到我在往後的日子裏面 我一天就左 一天就右 一天就贊成 一天就反對 永遠不會中間路線 因為中間路線是不好的 立場會肯定 會肯定鮮明 一天就贊成 一天就反對 不會站在中間 那你在柬埔寨生活了多少年才來香港 到17歲 柬埔寨就變色 我就走不掉 就入了集中營 那入集中營裡面 兩年是人生裡面最慘的 就是就開始見到我 第一個 我記得赤簡入城是1975年 4月17日 他入城之後大概是三個鐘頭 在那三個鐘頭裡面巷戰 政府軍被追殺 什麼什麼的 兵兵兵兵開槍 接著就拿大聲公的喇叭 就叫所有首都的人 都要離開首都 下去農村站備 他就說什麼呢 怕美國 當時就叫做什麼 美帝國主義 和反共派 在曼谷那裡飛機 要進來光炸的 他騙我們的老百姓 全部到農村 就開始趕了 我們那時候被趕了 我記得我第一個失散 第一個在十字路口 我的五弟 第一個死了 就一背著中槍 背著中槍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我們 為何會突然間開槍呢 就會趕來走 我們要走 依照的指示 但我們去到郊區時 看到赤簡 用軍車撞人家的店鋪 鐵集物入裡面搶東西 原來想當 就要走 走向天開槍 開槍之後就說 奉最高指示 要到農村站備 怕那些政府軍 和美國來光炸 所以叫我們避 我弟弟就在那時候中槍 那時候我才知道 什麼叫做 跨個屍體 踏著鮮血上路 哇 整條街馬路 都是血的 因為那時候死了很多人 我們再慢慢踏著鮮血 再上路 我記得第一晚 兄弟姐妹廣散 我就和我三哥 三嫂 六弟 這四個人一起 然後我媽媽 姐姐姐姐姐姐妹 跟蹤我媽媽 就開始失散了 那我問一下 之後他們有沒有重逢 或者發生了什麼事 令你來香港 我記得當我們進入 就分了給他們赤簡 集中營訓練 我覺得赤簡 當時的赤簡 我到現在都常常說一句 其實就是大陸共產黨 在內地推行文化大革命 失敗之後 他就說 以後大陸那時候的人口 是六億幾 七億了 那你就 減貿債由人口七百萬 他找一個人口 跟大陸差不多 當然分數很遠 七百萬和七億 做一個試驗 那我記得 減貿債變色的 即日下午已經廣播了 大陸派代表團去減貿債 但是承認減貿債 這個叫做民主陣線 就是大陸和北韓承認 那他就派代表團去幫他們 然後在榮村開田 住宅中營 為什麼這樣呢 然後又見到親人一個一個 即我三嫂就黏了 那我兩個兒子 又是進行一個赤眼 等於你所說 等於之前所說的思想教育 我們真是思想教育 晚上廣播喇叭 然後又騙我們說 解放前你做什麼分配工作 全部都是騙的 在一個所覺之下才可以做思想教育 後來見我姐夫就死了 直到兩年後 熱南派兵幫紅心 即現在的總理 再攻打減貿債 真真正正解放了減貿債 在那個時候再逃出集中營 逃出集中營 經過漫長的二十多天 才到減貿債唯一一個海港 即是有海的省叫做澎春港 在那裡再坐漁船 投奔路海 就是這樣 最後兩年多時間 你是經水路來香港的? 都沒有 我投奔路海之後 我三哥就死了 去到減貿債 去到公海那裡 就死剩我一個人 就被漁船救了去泰國 由於人生路不熟 那些移民就跟我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 他就說你坐漁船回去文谷 文谷那裡有這些潮州人 你去試去找 我記得我坐漁船 他就給了200元 即是泰幣 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泰幣 現在看分析就失敗了 坐漁船那裡 就見到茶室 但我們減貿債的茶室 就是茶餐廳 早上喝茶 好像香港的茶樓那樣上一間 但泰國的茶室是色情家暴 去到那裡死了 人生路不熟 又不懂什麼 就在色情家暴做事 做了十一個月 最後那個老闆都叫做幾好 就幫我做泰國華人生物症 就來了香港 然後進去男人營自首 就是這樣 到顛沛流離 在那四年裡 那你一來到香港之後 你是怎樣生活的 是自己去找工作做 還是有什麼方法去生活 自己去找工作 我記得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就去可樂汽水廠 現在在荃灣那裡 在屋道那邊 搬汽水 搬汽水 我搬汽水一段時間 然後再做在五金廠做的工作 直到我看到 邵氏訓練班 早上考 我就去試 考入訓練班 考入訓練班 考完訓練班的時候 每日下週 每日下週 五點鐘要上邵氏的車 五點半 在北京 即現在的九龍酒店 對面那裡 就要坐邵氏的廠車 入邵氏進行訓練 訓練到九點鐘要請我們下尖沙咀 尖沙咀之後 我們再找回去 以前的叫做什麼 現在的叫做什麼 道船街那裡 現在不知叫什麼 那裡 那裡 再坐三十號車 入泉灣 入泉灣 一個多兩個小時後 後來我就轉去沙咀做事 沙咀就早上六點半上班 下週三點半 三點鐘就下班了 那我就可以回家洗澡 那我就快點趕回 五點半到尖沙咀 就是經歷過一年的時間 那你參加那個 邵氏訓練班 是訓練什麼的 有很多事訓練 有訓練你 就是人的聯想 思考 然後創作 我們每晚 記得當時我們的導師 有張哲 有劉家良 就教功夫 那鄭苗 即是有一個影星叫鄭尼的爸爸 當時也有七十幾歲 他就教我們的戲劇 然後還有李漢祥 蕭若元都有 跟我們上過一兩次堂 那我聽問你是一個導演 那為什麼會慢慢做完一年之後 為什麼會變成導演 有些經過什麼事情 去令你做成一個導演 那我有訓練班 就是八零零的訓練 訓練到八零零的年尾 那我都在做那個幕前做了兩年 最後離開了接近半年左右 那熱想熱不甘心 再進回去 然後轉幕後做唱機 那我做到八四年 就離開邵氏 就在生意城補和 還有叫做什麼 紅金寶公司補和 補和補和 一到就得補 拍過很多間公司 最後自己九五年 就自己搞電影公司 因為我九四年開始做導演 九五年就幫人拍多三套戲 其實我拍戲的路向都很大多 警匪也有 鬼片也有 寫實片也有 社會問題也有 其實我有一套舞廳很出名的 對 但我很少看任大華做那套舞廳 然後做了一套叫做英雄人物 在我過往電影這片 我做到我也有講政治的 如果我拍英雄人物的時候 我有一句必要語 就是需要英雄的年代是悲哀 正正現在我們香港就需要英雄了 因為現在一個年代是悲哀 然後我拍過一套叫做黑社會.com 但我本身沒有背景 但我夠膽拍黑社會.com 黑社會網站 那我就說裡面 說出我自己想說的東西 但也有政治進去 好 我們明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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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